歡迎回到我們今天的獨立在線 今天獨立在線要一樣來跟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朋友一起來連線 今天跟我們一起在線上 連線討論的是公庫的嘉峰 嘉峰你好 大家好 嘉峰這裡要告訴我們什麼樣重要的一個公民行動的消息 今天我們要談的議題的話大家或許是不陌生的 因為關於是華光社區的文化資產相關的議題 也就是在10號的下午 華光社區的台北行務所相關移植的一個文資的線刊 在線刊之前 環保團體跟華光社區的民間百規劃小組 他們是選在金山南路跟金華街的交叉口這邊的南牆來召開的記者會 他們是呼籲說台北市政府應該能夠好好來保存 華光社區裡面的過去百年所流存下來的古城牆跟 古蹟的一個文化價值 我們在節目當中 或者在公庫的影片當中也談到非常多有關於華光社區拆遷 或者是 這個所謂的文化保存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嘉峰再次的告訴我們 在這個被認定的這個金專特區 雖然目前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模糊的這種狀態 可是實際上在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古蹟 那在這個文化古蹟當中 或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哪些所具有文化價值的東西需要被搶救特別的保存呢 是因為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他們在 3月的時候他們有宣布說 為了要紀念台北建成130周年 他們將要花費500萬元來建設然後重建一個西門的古蹟 可是華光社區 民間百規劃小組他們跟環保團體是認為說 現金的台北行務所這個地方 也就是拆除三分之一清代的時期 台北城牆所建造的 所以到現在其實超過110周年的台北行務所 他不但是台北 台灣的監獄文學發源地 跟日本殖民時期的第一個少年監獄之外 他其實也見證了百年以來 台灣幾個重大的人權事件 史跡跟 反殖民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場域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而且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剛剛特別談到說 除了清代的台北城牆之外 其實還是 台灣監獄文學的這個發源地 剛剛特別嘉峰有提到說 在日治時代一個第一個所謂的少年監獄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 其實在過去也經過一些的審議的過程 而這些審議 基本上來講都審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這些審議 這種所謂的對 當時的 古蹟的探勘 了解是足夠的嗎 其實環環社區民間百規劃小組 他們是認為說 文化局在保護古蹟上面其實沒有任何的作為 因為他們放任保護局之前的強拆的破壞 這個擁有百年歷史的一個古蹟 那麼根據文史工作者的勘查跟相關的文學研究 他們是說台北行務所的地下的水道系統跟建物的基座 其實都是以過去的那個古城牆 那個城牆的石頭所建造的 所以台北城的古文化局卻是 將這個城牆史 列為作是一個古建材的部分 完全是無視於它跟指定古蹟的北門 都是屬於 同是屬於清代時期的 台北城牆的一部分 反而是要施資這個500萬元的公帑來新建一個 假的一個 西門的一個古蹟 那麼特定專用區的西部計劃區裡面有說到說 博光車區內未來新建的建築量體是 超過 都要 那個高度都必須要配合中正紀念堂的一個特定計劃區來 做一個高度的建造 他們批評 計劃裡面獨厚只有30年歷史的一個中正紀念堂的一個特定區 反而是遺忘了在台北行政署過去周遭 幾百年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是完全遺忘 百年歷史的一個 遺跡跟文化的一個價值 那如果面對這種狀況的話 該怎麼樣去 提出一些保存的做法 或實際上面它可以怎麼做 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比較 有一個方案性的檢討 或是一個 把那些 建造的石牆 或是其他東西給保護起來 然後去做後續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規劃 或是把一個 這個特定區給 給它完全給保留下來 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歷史文化的保存方面的一個運作 那火光小組他們是指出呢 台北行務所的南牆跟南關社 至今應該是還是有行政態度的一個情況發生 因為南牆在今年 遭受到噴氣的一個破壞 文化局不大也沒有依照文資法來進行第3項的計劃裡面的規定 擬定緊急應變小計劃來積極保護之外呢 其實在文化局的第51次的文資委員會裡面有決議說呢 如果未來要進行開發的時候 應該要呈現當地原本歷史的一些脈絡跟 場域的一個精神 可是在這個開發計劃裡面卻沒有預留任何的建物的一個相應的空間 我想這個環保團體或者是像這種華光的這個民間規劃小組 其實也提出了非常多次的建言 那我們在節目當中也針對這個華光 不管是在拆遷或者是在這些文資保存上面也做了非常多次的討論 我想是不是可以再一次的請家鋒告訴我們 不管是環保團體特別是在這個所謂的華光的這個民間規劃小組 他們對於這個古蹟的這種保存上面 有什麼樣的一個最重要的訴求 在場互數團體的聯盟 他們就有呼籲說台北市政府應該 不能夠數點忘卒 不能將台灣不忘跟不忘本這個精神給遺忘掉了 他們是認為說呢 希望華光社區內文化建築可以透過 跟歷史過去的一些人權遺跡不能因為這樣子而全部消失 這些故事都是古蹟就是不能被摧毀掉的 如果被摧毀掉之後呢就沒有故事可以講 他們也會遺忘掉過去的歷史 所以如果沒有歷史是一個點 他們認為說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價值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台灣常常在這種 為了都市發展 為了所謂的經濟發展 或是提出一些像什麼六本目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想像 其實忽略了更重要一個人生存的價值 以及對於文化環境的維護 那華光雖然已經被拆了 但是我們看到還有很多的民間社團 不管是環保團體或是文史團體 他們都在做 所謂的古蹟維護的這些工作 我們會期待的為 持續的為大家來做這方面記錄跟報導 今天非常謝謝佳豐 來跟我們進行聯繫 謝謝佳豐謝謝 謝謝 到底這個爛攤子何時才能了結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再現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破爆停止營業相關抗議事件 以涅世代居身為旗具 經營20年的另類文化刊物破爆 在3月24號宣布停刊 而強調關懷弱勢與教育的力報 先是終止性別族群版後 接著也在4月初休刊 並宣布4個月後轉型復刊 4月14號上午 世新大學學生勞動權益行動小組 在校內行政大樓前發起搶救行動 他們認為力報與破爆 具有公共性的內涵 然而董事會卻以市場的角度 將兩刊物當私產處理 是專斷而且粗糙的決定 力報與破爆隸屬世新大學 根據校方的解釋 停刊與轉型是因為學雜費 被長年遭教育部動漲 不堪財務虧損所致 不過世新勞權小組指出 根據世新102年學年度預算 今年相較去年收入增加將近一倍 他們更出示近6年世新董事會支出預算 批評校方一方面逐年擴編董事會花費 一方面卻宣稱財務困難 世新勞權小組質疑 校方憑什麼喊窮喊補助 繼續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台南醫院職場暴力相關事件 台南醫院的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陳玉鳳 在任職期間遭遇職場暴力 院方卻置之不理 4月14號在工會與工作傷害人協會等團體的陪同下 付衛生福利部前表達不滿 要求作為主管機關的衛福部負責 立即認定本案為職災 出面接受陳情的衛福部醫管會檢任視察 陳英作向媒體表示 陳玉鳳並未向台南醫院提出職災申請 衛福部將督導台南醫院依法辦理 然而對於工會要求現場做出職災認定等訴求 陳英作不做回應便轉身離去 遭群眾痛批落跑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 臨時發展 臨時發展 他提出 將媽的體驗 死亡 以往 卻